蒙兆棟他是一生出生 他過去在當過大理事長 我們也知道他當選立委 那形勢一片大好 說實在在地方他們的一個評估裡面 他躺著選就可以當選 不是說說假的 因為又有兩強相鎮的情況 他突出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任何一個人 不太可能在這個時候 自毀自己的民生 自毀自己的前途 那畢竟不管你是過失還是故意 畢竟是把一個人活活的給撞死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必須要做處理 所以他第一個就是做政治的處理 第二個就是司法上面的處理 那速度還算是快 那也避免延燒到這個 民進黨在總統大選 在台中的一個選情 但是地方人是對這個 簡昭棟他們素有了解 因為地方人是一定是活躍的 那我看到資料上面寫說 過去曾經有一個 把這個代表會的主席 這個蘇文哲的耳朵 這個就是酒後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程度是如何 但這個事情風波鬧得很大 他後來道歉收尾 那他自己本身 他的夫人 平常也很擔心他 就是喝酒的這個事情 那他有一個習性就是說 他每次不管是 在什麼樣的場合 尤其像這種夜間這個場合 他喜歡一個人自己開車 自己獨行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想說競選都有一個隨戶 對沒錯 會不會有一個司機幫他開車 對不對 也是因為他這樣一個習慣性 所以造成說那天 有可能喝酒 我的研判是 因為四隔36小時以後才酒測 而且說酒測沒超過標準 為什麼就是說根本就測不出來 有這個酒精成分呢 那所以我認為是 在一個喝茫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真的 覺得是撞到東西 可是後來另外一說 他保險桿都撞爛了 我們撞到東西 除非你是喝得很醉 那你撞爛了 你車子受損 你應該下車來看一看 所以不管怎麼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簡稻動 他除了政治上面很決斷 我覺得他司法這邊還有保留 因為媒體也去專訪一些律師 如果他是過失致死的話 他是兩年以下的一個行程 但如果是肇事逃逸的話 最高可以到五年 當然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採取 我們像有些藝人嘛 也有曾經這樣發生 是用和解的方式怎麼樣 我覺得他後面應付這個是比較多的 那他一個政治人物 把自己搞到完全沒有退路 沒有空間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他今天很火速的出來 處理的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完全沒有空間可以逃脫 而且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他也不需要那麼急著 去辭掉立委 而且就宣布說他2012不參選了 所以其實他在政治處理上面 坦白說我覺得他處理的算快 但是在司法的處理上 剛才光潔講的 其實大家都覺得他似乎為了 讓自己可能可以有一個更低的罪行 是不是有那麼一個可能說謊的部分 剛才光潔特別提到的 有關於簡稻動喝酒這件事情 我們也做了一個小小的整理 讓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簡稻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看到簡稻動的檔案 56歲立委 他其實擔任過兩屆的立委 在這個江連福國民黨的立委 補選之前 他其實擔任過一次 第五屆的時候 六七屆的時候 是由江連福當選 後來江連福發生了會選的事件 也因此的話 補選檢道中又當選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是他的立委的一個相關資歷 民進黨籍已婚育有兩子 他是一個相關的中山大學醫學系畢業的 也因此他擔任了一些相關的醫療的事務 像是大理的菩提醫院的院長 中山醫院 複社醫院的醫師 那在過去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江連福設計會選當選無效 也是簡稻動 2010年1月19號才補選當選的 所以對簡稻動來說的話 在台中縣的這個參選的過程當中坦白說 還蠻崎嶇的啦 那另外的話呢 他曾經擔任過大理事長 10年前呢 擔任過大理事長期間 曾經因為喝醉酒 咬了當時代表會主席蘇文哲的耳朵 看這個樣子應該是有咬傷啦 否則不會道歉 這個咬耳事件 也有點怪怪的 想到甜耳事件 但是顯然的喝醉酒這件事情 似乎跟光晴剛才所說的 在地方上素有所聞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香榮 所以看這個立委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想其實立委常常涉入一些刑事案件 我們不要去談可能的會選啦 或者說所謂的一些包工程 這類跟政治的權利有關的 但是就這些刑事的案件當中 其實立委面對這些事情 過去啦 經常有一些被認為說 會不會用特權去壓這些案子 簡召動這個案子 我覺得比較詭異的 就除了他自己的談話之外 在事發36個小時之後 警方才找上他 這時間會不會有點久 而且找上他之後呢 才來進行酒測 那當然就測不出來了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正在選舉期間啦 簡召動他又是民進黨 中部地區的指標人物 來現任立委來講 簡召動是唯一一個綠的 那因為他是派系屬性 他是屬於一些新潮流 所以他如果就是說點名點 點同派系的邱泰山 這合理 可以理解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自己掛了 如果我指名之後 就是說叫其他人 不要進來的味道了 黨中央就不用進來瞧了 我覺得邱泰山很好 自己派系的嘛 那麽黨中央瞧的話 過去謝忻寧也好 或者是其他那個市議員也好 基本上就不是他能掌控的 但是這件事情 應該在選舉期間 所以我覺得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說 藍軍勿往簡召動 你不要冤枉了他 綠軍勿縱簡召動 因為這關乎到一條人命 以及一個政治人物 起碼面對事實 你要交代真相 簡召動到目前為止的動作 到底是在為民進黨做政治的停損 還是在為他自己做司法的停損 我覺得後者的可能性的味道 還是很濃厚 當天因為是三天廉價的第二天 那其實你只要翻一下 就知道那天的紅白點非常多 更不要說就是說 反正大家都趁著三天 趕快做很多選舉的造勢活動 那就那樣子的一個選情來講 簡召動如果當天跑個一二三 喝一些酒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認為簡召動 喝酒的可能性很大很大 那喝完酒之後 當然這個還是要還原到現場 那已經隔了兩三天了 隔了兩天我覺得還合理 36小時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簡召動他 他說他不知道 所以呢也沒有人知道 那樣車上是簡召動啊 那我如果是一個造勢者 既然我當場就已經跑了 那我就堵他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可能人沒有事 第二個監視器並沒有拍到我 那這個可能性的話 如果如果存在的話 可是如果監視器拍到了 隔那麼久就找到他 你不覺得時間太久了嗎 我當時看他們監視器提的時間 我覺得36小時還合理 還合理 何況那個人是第二天才過世的 就是說這36小時我覺得還合理 因為當天是深夜嘛 然後隔一天 然後到第二天早上 簡召動的辦公室 其實已經接到 就是說警方的傳喚動作 所以我覺得警方在這方面來講 到沒有什麼 就是說延誤的地方還OK 就最早在監視器的有效的效期之內嘛 那這輛車我覺得我的簡召動 可能要面對幾個質疑 第一個超速 你夜間特別在那樣子 一個路段上面的超速行駛的 可能性是很大 第二個有沒有酒駕 這個可能是大家最關心的 有沒有酒駕又超速 跟你簡召動的行駛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如果你只是就是說正常的行駛 沒有酒駕沒有超速 你不小心撞到了一個疑似不明的 甚至可能有喝酒的人的話 那基本上面 形式上面 大概你和解之後 剩下都是你民視方面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本身 就是說超過標準的 簡召動又有超速 然後造勢之後 又裝沒有看到 又想要試圖逃逸 那你簡召動作勞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我覺得簡召動如果說 他在有意識的情況之下 拖過36個小時等警方找到我 我再來 表現得非常配合的動作 然後去跟警方做這種的陳述的話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可能就是說 他要逃避自己的行者 因為他擔心會坐牢 那簡召動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不了解的 就是 那輛車上只有簡召動嗎 因為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喝了酒之後 正常情況 現在大概我所知道的民意代表 他是現任的立委 跑他大概跑到後來 都是司機駕駛把你送到駕駛 是啊沒錯啊 那你當天 那天只有簡召動 這已經證實 這是他講的 警方有調查 因為車子就拍監視器 你人家是簡召動的講法 那再來就是說 你是不是直接就回家了 我們也不知道 這些雖然說無關乎案情 但是簡召動最少可以用各種方式 證明自己的清白 那你懷疑他車上還有別人的意思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些都是你在面對到就是說 他有沒有可能說謊的時候 你要去懷疑的部分 因為我懷疑你有可能說謊 因為這樣關乎到一條人命啊 那你最少可以第一個 簡召動不妨把 現在你跟民進黨已經切割開了 所以我們不談民進黨的部分 我純粹談一個 就是趙氏的政治人物 你該做的事情 請把你禮拜天當天的行程公開 公開了之後就是出來講嘛 你公開了之後你跑了哪一些團 因為那個團大部分都不會只有一個人 應該有很多人 大家知道你有沒有喝酒 就比較知道說 你說我沒有喝酒是不是真的 再來就是說 你上車的時候 應該是在你進選總部 或者你或者你的服務處 你停車的地方 把你的監視器也調上來 讓我們看一看 知道說你當天的上車前的情況如何 把這些動作都做確實之後 大家再來判斷 簡召動到底有沒有說謊話 所以這個對於簡召動來說 他當然可以選擇自己去找到這些資料 自己先行公布 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那但是接下來的 我想警方的調查當中 應該也會陸陸續續的去找到這些線索 包括說到底簡召動有沒有酒駕 但是當然我覺得不分藍綠 就我們對一個立法委員的一些期待 如果說發生了這樣一個造勢 但是殺人而逃逸的情形 立法委員是不是應該真的說實話 除了你持續立委之外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談談 這對於中台灣來說的話 藍綠真的會發生變局嗎 還是其實依然是一個鐵板一塊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你是一個鐵板一塊 一塊